据央视9月9日报道 在朱日河基地内 跨越阿里亚伊朱日河A演习 进入红蓝士兵交战阶段 红方装备99式坦克 红旗17防空导弹等主战装备 与蓝方展开激烈攻防战 上午9点 红方在炮兵火力和陆航掩护下 率先向蓝军阵地实施火力突击 蓝军凭借有力地形采取侧方逆袭 伏击猎杀的方式牵制红军行动 一个多小时的攻防战后 在导演部的导调下 红方部队向蓝方阵地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随着红方作战企图达成 时兵对抗结束 红军这次终于赢了 说起朱日河就不得不提起满广志 当年这里有一句很火的话 叫做踏平朱日河火捉满广志 因为我军第一支专业化模拟蓝军部队 即在朱日河训练基地诞生 而满广志就是中国陆军第一任蓝军旅长 在此次跨越阿里亚伊朱日河A演习中 蓝广志再次担任蓝军指挥官 自2016年以来 陆军部队已先后进行了上百场 跨区域基地化士兵对抗演练 而这次集训 陆军部队从司令员到基层合成部队指挥员 全部前往演习一线临阵观摩 对实战化训练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展开现场交流 就不想让它发现了 十分钟 十分钟 之间 一项